做啤啤的頭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做啤啤的頭髮 因為太多女生在委託問我 所以這次就是用長直髮 沒有處理過頭髮的時候 就去由頭來教大家怎樣做啤啤的頭髮 我相信大家在我之前的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是看到怎樣去吹底部 這次我們都很簡單地 首先吹蓬一點頭頂這些位置 好像上次一樣 翼方向在頭髮的甘部吹鬆它 好了 說得這麼快 我就很簡單地首先吹一吹頭 令頭頂這些位置有一點蓬鬆的感覺 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整個過程很簡單 這次的頭髮跟上次的影片有一點點不同 我會由頭去教大家 現在先吹一吹套 我都會去到大約180度左右 這個湯匙也是大約38mm 就是上次的果物很大的湯匙 都是好像上一個影片這樣說 就是分三層 頭一層 然後中間的一層和底的一層 分了頭頂那層之後 就在耳朵對上這裡再分一層 因為這次也是這樣去分頭髮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點暖的 好了 現在我們就在夾夾中的同時 就可以 然後梳了 先梳了頭 首先我們把頭髮分為兩側 然後把電髮棒的位置放到頭髮中間位置 然後捲一個圈 然後把電髮棒的位置放到頭髮中間位置 然後把電髮棒放到頭髮中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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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和上次的比較韓式的浪漫捲法 就會有一點點不同 捲一汁 捲一次就OK的了 所以我們不要拉扯它 當我們將它全部向外捲在夾夾之後 我們就可以鬆手 記住整個過程這個電葉棒都要垂直 好了 然後第二側頭髮我們重複再做 首先在中間的位置捲一個圈 然後拖到髮尾的位置 我覺得我是時候要拿一塊鏡子 因為我的鏡子在那邊好像很軟 看不到 好 其實啤啤的弯度 其實差不多這個弯度就可以了 大一點的波浪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本身這個做法已經很容易 會有這個豬腸弯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用把電葉棒保持很久 只要到這個弯曲的話 那就OK 沒問題的了 好 那我們可以弄在這邊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另一邊了 都是分開兩側頭髮 在中間的位置開始 夾這個電葉棒 捲一個圈之後 慢慢把電葉棒鬆開 然後拖到髮尾的位置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電葉棒垂直鬆開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到第二層 這些東西就像我們上次影片這樣說 我們就不要弄它 就把新的這一層放在前面 我們還是要乖乖地梳上去 那這次的這一層 我們就把它分為三側 因為中間這一層的頭髮 會比較長的 所以我們落夾的位置可以高一點 然後慢慢拖到髮尾 然後就捲捲捲捲 捲高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搞定之後就可以垂直放開電葉棒了 之後我們就可以處理中間這一層的頭髮 這一層的頭髮 這一層的頭髮就跟剛才那層的頭髮 都是一樣 我們落夾的位置 在比較高的位置 然後就慢慢拖到它落髮尾的位置 然後再捲捲捲捲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讓我檢查一下溫度 OK 預熱了 然後就可以放手了 來吧 就這樣組了 好 好 等一下 右邊 我們在這層的頭髮尾 這次相信大家應該很熟悉如何做的 現在我就快點做另一邊的三汁頭髮 中間這層頭髮大公告成就可以做上面頭頂的頭髮了 頭頂的頭髮分得比較少 所以只要把它們分開兩邊 每邊一撿就可以重複回剛才的動作 又捲多一次 我就習慣頭頂這一層的頭髮可以捲高一點 因為可以做多一層的蓬鬆度 其實基本上這三層的頭髮全部都夾好了 如果有看上一個影片的朋友 應該知道我怎樣夾我的瀏海 就是首先我們關掉這個電熱棒 然後用它的餘溫去輕輕躺一躺前面的瀏海 我們這次也是這樣做 而後面的頭髮千萬不要拆鬆它 讓它輕輕的溫度冷卻之後才可以再弄它 讓它能保持久一點 那我就會輕輕拿前面這個瀏海 因為啤啤前面這個瀏海都是軟軟的 但是不需要去到很軟的狀態 因為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一樣 就這樣輕輕躺一躺 它能夠燙到一點點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要弄一些軟軟的 因為我很需要 把這條瀏海也很短 好 先把這條瀏海也很短 這條瀏海沒有上次的韓式波浪 那麼有層次 一級級的 這條瀏海反而是很隨性 而且比較隨便的 因為我們剛才 完全沒有遷就到它的波浪 紋尼 去弄出來的方法 但是我們不用管那個瀏海 因為我們今天要參加啤啤這個頭 啤啤這兩個角 不是 應該是這兩個邊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無論你下面這個軟 用直髮夾也可以 用軟髮夾也可以 用我上次教大家的方法也可以 用這次的方法也可以 隨大家喜歡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去講 究竟怎樣去紮啤啤的那兩條邊 首先我們把小小的瀏海選出來 當它分了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後面的頭髮圓著自己的分界 分出來 然後我們再拿在耳朵上面這一側的頭髮 分量大概是這麼多左右 剛剛紮到一條這樣的邊就OK的了 然後就再用橡筋紮起它 這樣就搞定一邊的了 另外一邊都是同樣的做法 首先揀起這一層的瀏海 然後就在耳朵對上的位置 拿一部分的頭髮 然後紮了一條邊 紮完這兩條邊之後 我們就不用把它鋪到這麼緊 以下這個步驟 是要它鬆一點的話 就會容易弄一些 其實是很簡單的 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它這個邊 開一個洞 洞剛剛在橡筋上面的位置 然後就把邊慢慢敲進去的洞裡 這樣就可以搞定的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條邊 推高一點點 然後就用髮夾固定的位置 下髮夾的位置 所以記得要垂直 那頭髮就可以遮住了 而另外一邊都是一樣 我們首先就把頭髮 放到下去 那個在橡筋上面的洞裡 繞進去 然後把頭髮推上少少 再用髮夾把頭髮固定 下髮夾的位置 就是在上面這個位置 慢慢把它垂直推下去 這樣就可以搞定的了 其實啤啤的頭就是這麼簡單的 一個弯髮 然後在左右兩邊 輕輕把邊緣 跳進去自己的髮圈 然後再固定它 這樣就可以搞定的了 其實這個頭髮有什麼巧妙呢 就是盡量不要把這個邊緣 縮到耳朵太高的位置 不然它就會變成兩塊很大的東西 其實剛剛好 在耳朵對上少少 縮邊然後再把這個邊緣 繞進去 其實剛剛就可以做到我這個頭髮的效果了 今次這個髮型教學 希望大家喜歡 也許多謝大家 這麼喜歡看 寒摩的 這麼喜歡啤啤 希望大家在這一段日子 繼續身體健康 記住喝多點水 好好照顧自己